这是根据真实事件展现的电影 故事的原形是日本的平野矿泉灵异事件 影片更是采用了实地取景的拍摄手法 传说在这个废弃的宾馆里面 经常会出现没法解释的灵异现象 三个美少女为了博人眼球 决定在这里进行直播 而这里最恐怖的地方就是这个废弃的电梯 传说这个电梯连接着民间 为了节目效果 他们决定由一个女生戴着牛头面具进去一探究竟 女生在电梯里非常害怕 就在她想摘掉头套的时候 却突然碰到了另一只手 就在她想再次确认的时候 一双手竟然抱住了她 慌乱之中 她抓住了头顶的手 并且在手臂上留下了抓痕 外面的女生赶紧扒开电梯 却发现了 女生坠落的瞬间 恍惚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牛头 伴随着一声巨小热 女生彻底失去了踪迹 只留下了那个诡异的牛头面具 这个视频很快冲上了热搜 六道拿着视频找到了自己的女神秦子 秦子对这样的视频其实不感兴趣 但是六道让她仔细看清楚 视频中带牛头面具失踪的女生诗音 竟然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秦子的脑袋都被雷劈了 最近她的身边确实发生了很多不能解释的事情 首先是凭空出现的伤痕 然后在晚上休息的时候 手机竟然自己启动 当她摔碎手机之后 身后却又传来哭声 可镜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明明感觉有人就在自己身后 当秦子跳下床之后 一切又都消失不见了 仿佛这里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于是她决定前往事发地点探索一番 顺便带上自己的田狗六道 到达目的地之后 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大叔 得知他们想去闹鬼的旅店 大叔决定顺路送他们过去 一路还给他们讲起了牛头的恐怖传说 完全没注意前方出现了一个女生 可是当几人下车查看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大叔觉得有些晦气 于是当他们到达旅店之后 他选择在外面等候 六道和秦子就走了进去 秦子首先发现了被木板封印的电梯 当他触摸到木板的时候 失踪女孩的记忆竟然涌入他的脑海 随即他决定拆开木门 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再没有其他的发现 而另一边的六道则是来到楼顶小便 完全没注意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 就在他要摸到六道的时候 秦子赶了过来 人影就消失不见了 两个人决定去电梯的底层看看 而楼下的大叔却突然听到公路一声 好像有东西掉进了水坑 他走近一看 水中的倒影竟然有一个鸟 他赶紧抬头看去 可是什么都没有 他再次低头看向水坑 刚才的场景再次 仿佛陷入了某种死亡循环 他赶紧躲到了一边 而六道和秦子来到了电梯的底层 秦子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他若有所思地在镜子上画了一个花和蝴蝶 这时六道催促他离开 再次回头看向镜子 刚才的蝴蝶竟然多了一只 这时手机又自动响了起来 六道觉得太过诡异 拉着秦子就离开了旅店 两个人来到海边散心 秦子眺望大海 好像看到了失踪女孩的身影 这时突然走来一个男生 他一边叫着诗英一边朝大海走去 六道赶紧把他拉了上来 可是当他看到秦子之后 直接抱住了秦子 原来这人正是诗英的男友小强 小强把他们带到家里 一个女人冲出来就抱住了秦子 不过最让秦子震惊的是 他的爸爸竟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秦子竟然是双胞胎 失踪的女孩诗英是他的妹妹 原来他们出生的村子名为牛手村 这里出生的人大多数都是双胞胎 因为当时全国闹饥荒 村里有一个陋戏 就是在双胞胎到了七岁的时候 其中一个要作为牛的孩子 献给当地的守护神 而秦子的父母不忍心这么做 所以在秦子很小的时候 父亲带着秦子去了东京 母亲带着诗英留在乡下 前不久诗英失踪之后 父亲接到母亲的电话 就匆匆赶了回来 没想到在冥冥之中 秦子也追来了这里 奶奶认为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他希望秦子能够找到妹妹 晚上 秦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今天的一切太过于突然 他需要慢慢消化 可这时背后却出现一个哭泣的女孩 秦子以为是自己的妹妹 大着胆子摘下了她的牛头面具 结果却惊恐地发现 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一段记忆涌入脑海 原来女人名为林子 也是牛头村的人 在她七岁的时候 孙子选中了她的姐姐妙子献给牛神 当天晚上 姐姐就被戴上了牛头面具 可是林子却由于好奇贪婪 就取下了姐姐的牛头面具 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她就这样被村民误荡成了祭品 扔进了山洞 秦子猛地惊醒 她询问父母林子是谁 结果爷爷却拿出了一张相片 原来她的奶奶也是双胞胎 奶奶就是本该被献祭的庙子 林子则是被误献祭的妹妹 第二天 他们来找上次的好行他 希望能从他的口中 再多了解一些信息 结果六道在电梯碰到他之后 大叔竟发现了惊恐的一幕 镜子中的他竟然也戴上了牛头面具 他开始变得非常痛苦 六道不明所以 可是下一秒 大叔竟然变成了牛头怪 六道连滚带爬逃出了电梯 可是大叔就没那么好运了 大叔就这样惨遭恨火 后来小强说起 和世音一起的其他两名女生 一个出了车 另一个跳楼自杀了 正是大叔之前看到的两次场景 就像是受到了某种诅咒一般 经历这么多离奇的事情 六道是真的被吓到了 他决定告别二人退出追查 可是就在回去的车上 他发现自己竟然也变成了牛头怪 看来牛头村的冤魂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再回头看去 满车的乘客都换成了阿飘 而且都是双胞胎 六道最后也惨死在了车上 后来秦子来医院辨认了尸体 他非常懊悔 这时他看到六道的手里 攥着一个牛头的雕像 小强发现石像上的红绳是诗音的 他拿着石像找到奶奶 可是奶奶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一段记忆涌上脑海 原来当初奶奶结婚后离开村子前 他来到那个祭祀的洞穴 想要祭拜一下妹妹灵子 可他却惊恐地发现 灵子并没有死 而是靠着村民们献祭的孩子顽强地活了下来 可这时奶奶却狠狠地抓住秦子 小强想帮秦子摆脱束缚 却突然双眼一回 再次醒来之后 两人竟然来到了洞穴里 看来石像好像有传送的功能 这里就是当初祭祀牛头神的洞穴 两个人竟然真的找到了失踪的试音 而且还看到了当年灵子被残害的场景 原来村民听说这里有洞穴 结果真的看到了灵子 但是此时的灵子已经精神失常 完全不像是一个人类 他们就把灵子再次推了下去 所以灵子才会有这么大的怨气 等村民走后 他们三人陆续逃出洞穴 可是他们害怕灵子的诅咒 继而锁上了大门 随后三人互相搀扶走出树林 竟然回到了那个古老的牛手村 可是当他们走进村子之后 周围突然出现了很多人 突然冲出来一群戴着牛头面具的小孩 他们找到各自的兄弟姐妹 最后竟然都变成了人形 三人落荒而逃 竟然来到了一处悬崖边上 这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诗音开始四肢扭曲浑身抽搐 皮肤里面出现很多人脸 好像要从他的身体里钻出来一般 下一秒 诗音竟然变成了灵子 他朝着二人逼近 直到两人已经没有了退路 这时诗音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让二人赶紧跑跑 可是情子却突然抱住了他 朝着悬崖跌落下去 小强也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画面一转 三人进出现在了旅店的电梯里 也就是当初诗音消失的地方 三人终于逃了出来 故事的最后 他们漫步在乡野的路上 可是就在诗音回头的时候 他再次变成了灵子